我是山东老李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清明节为什么要记足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游 牧童瑶芝兴花村 各位网友大家好 清明节呢 马上就到了 清明节是祭祀我们老祖先 一个节日 在现在这个科技年代 很多人已经把清明节 祭祀祖先的一个节日 认为是封建迷信 甚至有的地方呢 禁止销售祭祀用品 我们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风水学 来解析清明节 在讲之前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讲的是在古时候 有一个农村 有一个孤儿 父母早亡 三十多岁呢 也没有成家 过得很穷 有一天 他找到一个命令师 去算命 怎么 能改变命运 这个单身汉 就和命令师诉苦 他说 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 从小失去父母 无依无靠 现在也没有财运 也逃不上老婆 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让我改变命运 命令师就告诉这个单身汉 你每天去这个田地了 你呢 看了个铁锹 看一看谁家的祖坟 梅日馆 受到了破坏 年久失修梅日馆 你呢 帮着他 帮着呢 修一修 陪陪图 建一建 这样呢 你呢 就等于给自己 积了阴德 你的命运 不久 就很快 会转变 这个单身汉 就听了命令师的话 每天呢 就看着铁锹 去这个荒郊野外 田地了 看到谁家的坟 年久失修 他现 他帮着陪陪图 修整一下 看到谁家的祖坟 已经 午后 梅日馆 年久失修 他帮着建一建 就这样 他一直就坚持 做了三年 五年以后 这个单身汉 就逃杀了老婆 做了生意 也有了一大笔财富 老婆也给他 生了两个儿子 生活幸福 怎么改变的命运 说这个单身汉 他在每一天 替别人修坟 建坟的时候 慢慢慢慢 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 家中午后的人 那个坟地 坐落在什么位置 什么朝向 建的什么样 从人家的坟 建的是什么样子 富人家建的坟 在什么位置 建的什么样子 子虽满堂 很兴旺 他家的坟地 坐落在什么位置 建的是什么样子 他在这三年之中 每天 替别人修坟 建坟 他就总结出 一条规律 什么什么样的坟地 在什么什么样的位置 他的下一代 就是什么样子 他就发现 他自家的坟地 哪里有问题 根据他总结出来的规律 他自己 就把他的祖上的坟地 改签到什么位置 用什么方法修建 结果 不出两年 他的生意做得很好 也逃上老婆 也生了儿子 他通过改变了祖上的坟地的风水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按现在这个科技年代 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封建迷信 但是大家一定要仔细想一想 你也可以去田地了 看一看 如果一座坟 已经塌陷 已经被雨水冲刷的所胜无几 荒草丛生 多年没日打理 没日管 不用看 百分之九十 这个坟地的主人 他的后代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绝后了 这都是些生病的 雨傻的下一代 看到一个坟地 修得很豪华 建得很气派 不用看 他的下一代 人丁兴旺 子孙满堂 或者他的下一代 事业兴旺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他的准确率 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家不信 可以自己去对照 生命节 在农村 都是去维修 维护 一些先人的墓地 陪陪土 修整一下 看看哪里有没有破坏 再给祖上 烧点纸钱 借鸡族 都是这个风俗 保佑着你 家庭和谐 事业兴旺 而用科学的方式 来给大家 讨论这个话题 把一个比喻 有一个坟 在洞迁 但是不知道 这是谁家的祖坟 但是这个墓地的主人 他的下一代 确实就在这个村庄 不知道是谁家的 我们把墓地里边的骨灰 做DNA鉴定 我们再把整个村庄的人 用他们的头发或者血液 做DNA鉴定 通过DNA对照 就能知道这个墓地的主人 他的下一代是谁 就能找得到 也足以证明 人死了以后 就是剩了一把骨灰 里边也有DNA的信息 工医叫气场 物理学家叫磁场 生物学家叫DNA 就是人死了以后 只要能找到他的骨骸 上面就有下一代的 相同的DNA信息 物理学有一个叫同频共振 相同的信息 相同的磁场 它是在一个频道上 为什么有的儿女在远方 出了意外事故 几千里外老家的父母 他的心就有感应 就有预兆 因为 血缘关系越亲近的人 他们的DNA信息 也就是磁场 他在一个频道上 当 某方磁场受到破坏 另一方的 信息磁场 同时在这个频道上 就有感应 当一个人死了以后 他下葬的墓地 风水不好 也就磁场不好 DNA信息 就会受到干扰 受到破坏 和这个墓地的主人 相同磁场的信息 都在一个频道上 就会产生波动 也会受到伤害 这个墓地坐落的 磁场风水不好 和他血缘关系近的人 同时也会受到破坏 DNA信息 也会改变 他的人生 就会发生 不好的事 比如 身体生 恶性疾病 比如他的人生之中 发生意外的灾难 就会呈现出一种状态 这就是咱们古人的智慧 通过风水学 来改变 我们人的命运 医学上呢 相有心声 命有心脏 我们的心念一动 就造就着我们的命运 因为我们的心念一动 我们的信息磁场 它就改变 我们在祭祖的时候 烧纸钱 就相当于 我们心里在想 给我们祖上 送钱花 你懂得 祭祀你的祖先 懂得孝敬 你的父母 就相当于 给自己的身上 增加磁场 增加能量 你的人生 也绝对会完美 讲到这儿 我们就明白 清明节 祭祭祀祖先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孝道文化 懂得孝敬父母的人 他绝对 清明节会记着 祭奠 他的祖先 这个孩子很孝顺 父母过世以后 给他住了一个坟 从此 他这个坟地再不去管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大家我们用这个逻辑就推理 清明节 祭祀祖先 我们的子孙姓旺 我们的人生完美 我们的财运 事业都会顺利 因为 就是维护的 自己身上的 那个磁场 气场 大家一定要记着 不管是活葬 土葬 那一个电影信息 他永远不会消失 不要认为 人活化以后 他的电影信息 就会消失 大家别认为 活葬 活葬以后 成了一把灰 随便一放 随便一扔 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大家 大错特错 你目的了 放着一把骨灰 就是放着一根仙人的头发 它也有相同的 磁场风水 来影响了 他的下一代 他的亲人 讲到这儿 所以奉劝大家 清明节马上到了 去我们先人的墓地 去祭拜一下 培养了 我们下一代的孝心 也增加了 自己的福报 这样呢 才让我们 子孙兴旺 我们永远 有一个 给卖 相连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